年底的選戰真的很精彩 總理也是要選舉的人 總理怎麼看 蔣萬安真的都完全沒有看過 媒體報導這麼多天的神秘民調嗎 還是真的是要何志偉講的 是有看過但是不敢說 來 總理怎麼看 我真的很好奇為什麼每次看到蔣萬安的消息 目前看起來都沒有一件好事 那這個萬安真的拉警報 這個萬安拉警報 這個我覺得很大原因 就是兩個主要 一個第一個跟基層有距離感 剛剛也有提到過 第一個跟基層 第二個他對市政也好 或者是對於現在作為立法人 對中央政策好 他沒有方向感 那怎麼說跟基層有距離 那個貴族世家啦 我不是說五百獎 貴族世家公子氣息太重了 公子性格太嚴重了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這些吳碧珠 郝龍斌 李彥秀這些要拒絕 符選的也好 或請不出這些大咖來操盤 我有說很簡單 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則 我們在選舉就是這樣 你可以拒絕我 但我不能不邀請你 就是這個關鍵嘛 那這我覺得說 對於面對黨內的這些 尤其如果國民黨黨內的這些大咖 他的態度是這樣 保持他為公子性格 這個個性 我覺得他的組織戰 就會做得很辛苦 那其實這個組織戰辛苦 已經顯現在現 目前的這個階段 你可以看到說 之前不是有媒體去訪問 那問到說這個 一個港湖這邊的一個里長 然後這樣講說 這個問到蔣萬安 問到黃珊珊都說黃珊很好 問到那個里長說蔣萬安 蔣萬安的助理不錯 說也助理喔 那是誰要算嗎 那當然是誰要算啊 誰要算機嘛 所以你的基層組織啊 目前看起來我覺得說 如果以臺北市 你再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操盤手的狀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你反觀看民進黨 比如說我們在臺中市 我們現在最近 我們臺中市長已經出來 蔡其昌副院長準備要做 我們臺中市長的參選人 之前有意表態要參選的 現在包含像何欽純委員 都已經說要加入這個蔡其昌副院長的 這個競選團隊 展現團結 就展現團結 然後展現出說 這個我們民進黨就是最強最好的候選 就要出來這樣子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基層組織 他如果沒有辦法保持好的 這個一定的節奏步調的話 你就看到說 他跟基層有很大的距離 那這個中間的那個高度落差 到底要現在距離選舉 還有六七個月左右的時間 你到底要怎麼去彌合 那第二個我講說 那個跟市政沒有方向感的問題 或是政策上沒有方向感 你看他從去年 在立法院的這個質詢也好 對蘇貞上院長是包含這個美豬的問題 被反質詢 然後包含像這個 你看到說最近 這個尤其最近這幾天了 這個三加四的政策 結果他今天又講說 這個批評說 陳時中說 政策推出太倉促 奇怪 你講你要講說 這個政策哪裡有問題 他講說政策推出在 不然這是政策要怎麼推 所以你對於這個防疫政策 因為陳時中是他第一假想敵 所以他當然都要攻陳時中 可是問題是陳時中 從疫情開始以來 你可以看到他很平穩的 在每天下午兩點記者會 大家就鎖定這個記者會要看 你什麼時候看到陳時中 會用一種很動氣的方式 或者是說你可以看到陳時中 表現出來是多沉穩的方式 很謙卑的告訴人民說 我們目前防疫要怎麼做 可是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作為一個在立法委員 這個身份 他面對這個疫情的狀況 沒有辦法掌握也就算了 然後你就只能講說 這個三加四太倉促 那這個講法 其實我覺得跟柯文哲 沒什麼兩樣 他的批評方式跟柯文哲 沒什麼兩樣 那這樣子就很難有市場區隔 所以你會看到說蔣萬安 這個產品 我們講產品市場定位就很模糊 你這個產品市場定位模糊 到底那我要台北市民 我要選擇是黃珊珊 或者是蔣萬安 若以偏藍的選民來講 那黃珊珊掌握了一個市府的行政資源 情況之下 在各個大大小小的場合 又有基層組織在幫忙 交付算啊 頂頂 那你這個未來台北市的市場之路 我看就遙遙無期了 蔣萬安 確實現在把這個阿中部長阿中部長 當作是第一頭號的這個假賞敵 不過現在部長他可能也面臨到自己的一些問題 我要請瑞德哥跟我們一起來看 因為確實這兩三天有一些民調啦 我們先來看看 其實阿中部長的防疫滿意度是非常高 這是美麗島電子報所做的 有高達這個六成三的人 是滿意陳時中部長的這個指揮調度的一些做法 但是呢如果被問到 是不是現在要來換指揮官呢 六成六的人說沒有必要 好甚至呢還有人問到說如果陳時中他這個指揮官呢 卸任那去參選台北市 這樣好不好呢 其實有五成九的人是不贊成了 那三十percent呢是贊成的 好看到這樣的民調 瑞德哥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來解讀 這會不會影響到民進黨的佈局 民調事實上參考就好了 為什麼呢 這個民調在這個時候做當然是這樣的結果 為什麼台灣今天都八千多例啦 搞不好過幾天都上萬例 現在正是疫情那麼整個大舉爆發的時候 你去做這個民調當然也是這種結果 現在更正需要那麼阿中部長作證的時候嘛 你現在去談選舉 我都覺得這個時候 你在這個時候去做這種民調 事實上是沒有必要 也是對阿中部長不公平的嘛 為什麼因為很簡單嘛 民進黨有急著趕快在這個時候把這個 所謂的雙北跟桃園的那個市長的 這個候選人推出來嗎 沒有必要嘛 不需要 那麼現在萬事莫如防疫級 防疫級所以防疫優先 所以阿中部長要做的是什麼 只要在這段期間裡面 把這個Omicron的這個防疫的疫情啊 壓下來壓低 然後控制住 那麼就像前兩年一樣 那麼在缺乏口罩 在缺乏疫苗的情況之下呢 帶著大家在驚濤駭浪裡面呢 那麼一起平安全行 抵達這個成功抵達彼岸 這樣就好了嘛 這是他要做的 所以呢 現在你去說要不要給他換掉讓阿俊選他 大家當然認為現在防疫優先啊 我告訴你 不只一次在節目裡面講了嘛 很多人都要聽了兩點的下午兩點的那個 疫情記者會嘛 那天不是改時間到四點半 很多人不知道說今天怎麼了 今天怎麼了 今天為什麼沒有記者會 今天是不是3萬人啊 怎麼樣大家嚇到死了 後來到四點半 我說到四點半 四點半還沒有 因為六點嘛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急著要死啊 所以顯然他的聲音 那低沉沙啞的歐巴斯歐利桑 那個聲音在這兩年多一年 安慰安撫了很多的這個台灣人的心嘛 所以現在當然不是不是這個 你去談他選舉的時候啊 那什麼時候是 就是這個選情壓下來的時候嘛 那麼根據香港 根據韓國 根據日本也根據這個 整個中國上海 你可以發現 那麼這個病毒 Omicron呢 他傳染力很強 但是問題是中重力很低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點六 幾乎都是無症狀或輕狀 所以不會台灣 以現在的這個狀況 不會出現有些人 在那邊天馬行鋒 用數學說 多少人就會死多少人啊 然後就會會死什麼 唯恐天下不然 什麼什麼死七萬人 死二十萬人 嚇死人對不對 台灣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啦 那但是呢 那麼對陳時中來講 對不對 他現在當然是 把這個疫情給弄好 請問你 陳時中之前 在這個疫情之前 我們大家跟陳時中很熟嗎 沒有啊 也是疫情開始 開了一個到今天 創下今世世界紀錄 這種所謂的 那麼武漢肺炎病毒 跟他的變異病毒 最久的一個一場記者會嘛 開到現在還在開 更佩服的是 記者還在問 你知道嗎 人家記者問一大堆問題 他還繼續回答 你知道嗎 所以這就是阿中部長的價值所在 那現在先把疫情 學跟大家 現在這個包括你的快篩四季啦 也包括口罩啦 包括疫苗啦 疫苗今天又來了 137萬劑的莫德納 所以不要急 大家不要慌 不要急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人家嚇你 你就好像去剛才金光棟的 還是去剛才雜片集團 電話一樣對不對 你怕比較死 我好戲找我兒子 去我綁架 後來才想 我根本就沒有好戲 跟我兒子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害怕嘛 你害怕的又說 我沒有女兒啊 為什麼他打電話來說 我女兒被綁架 關心則亂嘛 大家不要緊張 然後呢 那麼等到全部防疫到 到一段落的時候 我相信 這個包括阿中部長也好 阿中部長都沒有宣布要參選 都不一定是他 民調就已經跟這個 講官安查3% 那如果真的宣布了還得了 民進黨的代表其實 沒有4成以上的這個支持度嗎 我不相信 所以呢 那麼大家不要說 看來這個說 好像人家不願意 阿中部長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他們就永遠做一輩子的衛福部長 這記者會開啊開啊開啊80歲 是不是 沒什麼事情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事實上那麼也要告訴大家 選自己選一個誰 你要選台北市長 首都的市長 一定要有他的魄力跟魅力 像本人喔 去掃菜市場 我看到那些 那些那個菜市場 那些婆婆媽媽 那種熱情的程度 我跟你講這種 那種是藏不了的 我講坦白的 這就證明有要參選議員 你們就知道藏不了的 有人不喜歡你 有人很喜歡你 很喜歡你那種熱情 那我都覺得 我自己應該出來選才對 你就知道 那這是一種魄力跟魅力 瑞德哥 這是一種魅力跟魄力 就是你那個熱情是感受得到的嘛 那你現在講話是什麼 我說過了 你說他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壞處沒有 他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但他就沒有熱情 就我們去支持一個人要有熱情嘛 要去支持什麼人 他就沒有啊 而且就是軟軟的 很軟弱這個樣子嘛 要不然怎麼會照理來講 登高一夫對吧 那麼泛男共主 怎麼會把黃珊珊放在眼裡嗎 就現在你的大筆江山 竟然被黃珊珊大割一塊 萬一被人割掉一半 那你就真的是成為有史以來 最弱的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了 陳時中部長真的在我們台灣 控制疫情到兩年多 其實防疫的成績單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還是覺得非常亮眼 包括這個民調的滿意度 也是高達六成三 是認為阿中部長做得非常好 阿中部長的帶領 讓我們台灣現在的疫情 跟這個中國的這個狀況 真的是迥異非常的大 我們等一下回來就要來關心到 北京現在的疫情持續擴大 北京是天子腳下 現在北京的民眾很擔心 會不會跟上海一樣封城 到處去搶買物資 我們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關心